如今娱乐圈的综艺节目和活动都非常喜欢找明星当主持人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收视率 还能为明星提供一个就业机会 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就已经连续好几年担任欢乐喜剧人等节目的主持人 岳云鹏也在德云社自己的综艺德云逗笑社里客串主持人 9月8号官方的一则公告让娱乐圈又是迎来了一场大地震 官方明确规定娱乐圈的主持人必须要持正上岗 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主持人资格证才能从事主持工作 之前娱乐圈不少人都是客串主持人 比如王一博 郭德纲 岳云鹏等 这项规定一出娱乐圈的明星主持人起码少了一大半 而德云社的何九华却意外成了最大的赢家 为什么这个规定一出何九华成了最大的赢家呢 因为何九华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 学习的专业就是播音主持专业 那是肯定有主持人资格证的 而放眼整个德云社 你别说有主持人资格证的人了 就是上过大学的人都没几个 现在德云社的几个当红演员 郭德纲 岳云鹏 郭麒麟 张云雷 孟克棠这些人 连高中都没上完是不能考主持人证的 国家规定考取主持人资格证 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学历 德云社大部分演员是没有这个学历的 有人说可以报成人大学 毕业以后就能考了 这种说法是没错 可是德云社的演员 且不说有没有时间学习 就算是能抽出时间来学习 也不可能费这么大力气 考一个一年都用不上几次的主持人证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何九华是德云社的当红演员 又成了德云社为数不多有主持人证的人 以后德云社的主持工作 很可能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这是没办法的事 别人没证 就他自己专业对口 形象气质也没得说 正所谓是人在家中做 服从天上来 估计何九华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一夜之间就成了德云社的珍稀资源了 何九华在德云社还真当过主持人 不得不说专业出身的就是不一样 不管是台风还是专业素养 都跟别人不一样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 读书并非无用 何九华这样的高学历人才 到哪里都是会发光的 如今机会摆在何九华面前 如果能把握住了 势必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不知道德云社的报幕员 是不是需要主持人资格证 如果需要 那是不是侯震也要失去一个职业呢 我们下期见